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您收看南加州学院教育讲座的节目 我是Evette 吴主任 很多的家长在这个SAT新版的测验出来了之后 常常询问我们 除了这个SAT或者是ACT 是在做大学申请的时候 要看的成绩之外 那么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测验的成绩 我的孩子也应该必须知道 那么要提早做好一个申请的这个准备呢 很多的家长有一个误解 以为说这个测验只要把SAT跟ACT考好就好了 很多的学生在申请比较热门科系的时候 例如说在加州非常热门的科系 科学方面的科系非常热门 理工方面的科系也非常的热门 或者是很多的学生呢 他们在高中的时候已经打算要念的是这个七年制 或者是八年制的这个医学院了 那么所以你在大学申请的时候 除了SAT跟ACT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考试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学科测验的分数 那么学科测验呢 如果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 您可以提醒孩子的就是一个subject test 一个学科测验 学科测验的种类非常多 那么有语文方面 历史方面 科学方面 也有数学方面 那么不论您挑的是哪一个科目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显示孩子在这个科目里面 非常扎实的一个准备 每一个学科它的测验满分分数是800分 那么什么叫做好分数呢 当然你测验的成绩出来 如果能接近满分是最理想的 那么如果说你在全美国的排行榜上面呢 能够接近是1%到5% 这也是非常好的分数 那么一般来说800分里面 如果考试的成绩是在750分的话 那也就是算是一个非常优异的成绩 很多的学生如果说他的立定的这个志愿跟目标 是像我刚才所提到的 不论是医科的预备科 或者是热门科系的理工 或者是科学方面的话 那么南加州学院也要特别提醒考生 要注意考的是有数学 Math to see 还有一个是科学 Biology 或者是 Chemistry 每一年考试的时间有非常的多 孩子一定要针对 这个已经设立好的这个读书目标 做好全心全意的这个准备 如果您对以上的这个资讯 有任何问题的地方 也非常欢迎您可以跟我们联络 我们总校的电话是 626-300-8352 我们下次再会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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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